从2011年持续至今,叙利亚的战争,竟然已经持续了八年之久。 这八年以来,大大小小的战争,将叙利亚境内的国土和城墙摧毁的七零八落,浓浓的硝烟弥漫在叙利亚的每一寸国土上。 然而对于叙利亚的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,更是民不聊生。 对于这样的境况,叙利亚的现任总统巴沙尔,实在是不能再忍受了。 近日,根据叙利亚军事媒体报道称,叙利亚的政府军队,也就是巴沙尔带领的军队,一路上都获得了大捷。 这么一个好消息,可谓是最鼓舞人心的了。 同时,也鼓舞了叙利亚政府军队的士气。 要知道,作为一个军队,要抗战长达八年之久,是一件多么不容易,多么需要耐心,多么需要勇气的事情。 据悉,巴沙尔带领的军队,已经收复了叙利亚境内的绝大部分的疆土,但是,与此同时,也还是有少部分的地区的反抗军们,一直都是名顽不灵地对抗着。 对于这种反叛军,巴沙尔更是要以猛进的火力去攻击。 当然,德拉省就这么一个地区,德拉省的反抗军们,是十分顽固的,因为,他们收到了来自美国方面的军队的支持,以及军事武器设备的支持。 但是,就算是面对的美军,叙利亚的政府军队,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退群。 不仅如此,据悉,美国知道巴沙尔带领的军队,开始对德拉省展开攻势之后,就对巴沙尔放出了狠话,说,假若巴沙尔在这么一意孤行地,攻打德拉省,将不要怪美国手下无情。 叙利亚政府军队面对着美国的这种威胁,依旧没有把它放在眼里,而且加大了攻击的火力。 对于此,专家指出,看来,这一次,叙利亚想要平息战争的决心,是谁都无法动摇。